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邹德怀告诉我们 这些照片都是日军清华时期由日本的从军记者拍摄的 当时日本军方为了控制战事舆论 对新闻照片的审查是非常的严苛 而这些真实反映日军在前线所作所为的照片都被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 严禁对外发表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日本新闻机构将照片和底片偷偷的转移并且藏着起来 1998年 他们出版了这些不许可照片图集 这些珍贵的史料才得以重见天日 而邹德怀搜集到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我们来看 这是徐州会战期间 日军士兵正在处决背负的中国士兵 他们用刺刀扎进了中国士兵的心脏 邹德怀介绍说 虐杀战俘的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 所以这张照片当时被禁止刊登和传播 像这样残忍而且血腥的照片 在邹德怀搜集的相册里面还有很多很多 而像这样的相册 最近半年来 他在日本已经搜集到了20多本 那么邹德怀又为什么要搜集这样的照片呢 原来邹德怀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历史 2015年元旦正是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 邹德怀订了去日本的机票 想寻找一些关于日军侵华的史料物证 尤其是老照片 每正想在东京大阪的一些跳蚤市场和古董店 他只逃到了一些侵华日军的纪念慈悲或者是军旗等等 却始终没有找到老照片 每当他开口问或者是通过笔谈的方式向店主表达 想买一些侵华日军的相册时 对方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中国人 要么是装聋作哑 要么直接就不再理睬 这怎么办呢 于是邹德怀就找到了几个在日本学习和工作的朋友 让他们帮忙留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的一个朋友真的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侵华日军相册 当邹德怀翻开这本相册的时候 他惊呆了 来看 照片上这是一大群孩子的尸体堆在一起 但是照片的上方的注解却写着这是一堆被中国人丢弃的小孩尸体 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军方为了掩盖残杀儿童的罪行避免被国际社会谴责故意编造的注解 他想和当年日军试图掩盖歪曲历史一样 如今的日本右翼仍在否认历史 这些照片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随着收集的资料越来越多 邹德怀就越发有一种责任感实命感 目前他把自己收集考证的清华日军照片和资料整理成文 发布到网络上 他希望人们都能够正视历史 为世界和平安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光再来聚焦南苏丹 画面上正在奔跑的都是中国第14批 赴瓦屋维和医疗队的队员们 躺在担架上的这是一位尼泊尔步兵营的战士 他换了急性蓝尾盐 从直升机到救护车短15分钟 患者便被接到了位于南苏丹瓦屋的中国二级医院来接受治疗 中国二级医院是瓦屋医疗水平最高的一所医院 中国医疗队的队员们迅速为患者展开了诊断治疗 为抢救患者他们顾不上吃饭 一直坚持工作到了深夜 一个星期之后这名患者就康复出院了 今天九月份中国第十四批赴瓦屋维和医疗队刚刚抵达任务区的第一天 就接到了为一位突发急性蓝尾盐患者做手术的紧急任务 这是一名来自加纳的联合国维和警察 瓦屋是南苏丹第二大城市 由于靠近赤道常年太阳直射 户外的温度经常是超过了50摄氏度 而医疗队是九月份刚刚到达瓦屋 刚好又是瓦屋的旱季 一名医生形容说 穿着鞋子走在地上都感觉烫脚 门把手根本不敢碰太烫 但是即便如此 每天早上的八点半 医疗队的六十多名队员都会准时集合准备上班 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国内各医院的临床科室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如今在中国维和二级医院 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各国的患者 在九月抵达任务区开展工作的第一个月里面 医疗队门诊就接诊患者175名 收治入院患者14名 得到了联合股南苏丹特派团 各国患者以及医生的认可 再来看巴西 近日巴西东北部博南布戈州州长宣布 因近期斯卡病毒传播有明显扩散的趋势 该州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斯卡病毒是由埃及伊文传播 感染症状为低烧 身体出现红色斑点等等 最新的研究表明 近期在巴西东北部集中爆发的新生儿小头畸形症 就与感染了这样一个病毒有关 截止到11月28号 巴西全国共上报1248例疑似婴儿小头畸形症病例 已经死亡了7人 中国驻雷西斐总领馆提醒有打算赴巴西东北部地区 和在该地区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 要采取必要的卫生防疫措施 特别是要注意防止蚊虫叮咬 建议该地区孕妇定期进行产前检查 如有不适 要及时的咨询医生或者是就诊 实现转向黎巴嫩 时间要放在前面 200到早年9月9号下午 我们做什么 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的名字叫做何孝敬 今年44岁 她正在教当地学生学汉语 周末整个教学中心就只有她一个教师在上课 您看她的学生们年龄差别比较大 最小的14岁 最大的都30多岁了 有商人 也有高中生 每周六上午 他们都会赶到这里来上两节课 事实上 这只是何孝敬的一份兼职工作 她平日在另外一所学校教音乐 那么她又怎么会教起汉语了呢 原来十多年前 几位嫁到黎巴嫩的华人妈妈找到何孝敬 希望她能够教他们的孩子汉语 尽管工作繁忙 何老师还是答应了 这一教就是十几年 每个周末 她都会抽出时间来教当地人学汉语 那么何孝敬当初为什么要来黎巴嫩呢 1995年 她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之后 就受聘到黎巴嫩担任了两年的乐师 并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两人结婚之后 一起回到了中国生活 2001年 何孝敬的先生决定回黎巴嫩发展 她也就跟随丈夫移居到了黎巴嫩 她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教音乐 周末教汉语 很快就融入到了当地社会 但是她还是非常的关心中国国内的事情 只要在家就会看中国的电视节目 在家里做饭也是做黎巴嫩餐和中餐两种 2006年 以色列黎巴嫩战争爆发 以色列的炸弹曾经打到了离他们家不远的一处桥上 中国大使馆组织了撤侨行动 她带着女儿回到了中国 但是一年之后 她又勇敢地回到了黎巴嫩 当问到她为什么撤侨后还会回来的时候 她骄傲地这样说 我心里很安全 因为有中国大使馆在这 目光聚焦美国 图片上的这位女士名字叫做珍妮王 她是美国休斯敦一家中餐馆的老板 珍妮王最近召集了十位在休斯敦很有名气的大厨 联合办了一场餐会 声势非常的豪大 而珍妮王举办这个餐会并不是为了赚钱 为什么她要用这个餐会去救一个人的命 是谁 就是她 她的好朋友 丽兹 丽兹是休斯敦的一个有名的美食评论家 她写的美食评论经常刊登在休斯敦记事报上 然而不久前 丽兹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神经疾病 她的脊椎有肿瘤需要手术 但是手术费用是非常的高 看着好朋友承受着病痛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 珍妮王决定发动同行 组织休斯敦的名厨举办一次餐会 为利兹筹集治病的费用 前来参加参会的这十位厨师 都是休斯敦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厨 他们说参与这个餐会 一方面是想帮利兹减轻一些负担 另外一方面 也是被珍妮王对好友的这份情谊所感动 他们在筹款参会上秀出最好的厨艺 我们再来看西班牙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名叫习震忠 近日他刚刚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是什么呢 他花了半年时间驾驶着摩托车 从长沙一路开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行程四万多公里 沿途经过了十多个国家 骑摩托车去巴塞罗那 其实是为了了却他的一个心愿 习震忠今年30岁出生在湖南 是一位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铁杆球迷 这次旅行对他来说 其实是一次朝圣之旅 今年的5月14号 习震忠驾驶着一辆国产摩托车 从长沙出发 细心的他还在出发之前 为自己的摩托车贴上了护身符 什么呢 中国国旗 习震忠用微博记录了每一天的行程 在俄罗斯 当地人用沃德嘎热情的招待他 在格洛基亚 他在旅社里客串大厨和各国旗友聚餐 在土耳其 他的摩托车上被贴上写满祝福的纸条 当然了 这一路也并不全是风和日历 他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摩托车出问题 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他到德国慕尼黑的时候 将摩托车停在路边去餐厅吃饭 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 车胎被扎了个大钉子 这个时候就有人对他说 这可能是有人想偷你的摩托车 习震忠心里非常的紧张 他先把摩托车推到了停车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然后搭车回到了住所 第二天 带着一个忐忑的心情 返回停车场 等他发现摩托车还在原地的时候 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自己骑的是国产摩托车 配件在国外是很难找到的 习震忠推着摩托车 穿过了慕尼黑的大街小巷 几经周折 才找到了一家可以替换摩托车零件的修车场 可是那天正好又赶上周末 工人不上班 眼看签证时间已所剩不多 习震忠好说歹说 才说服工人们帮他来修车 虽然曲折 但是习震忠说自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在路上没有修车场 只能自己动手来解决车的故障 你看 这个后视镜折断后被胶带粘在车上 这就是习震忠他自己动手的成果 不过这能行吗 习震忠说不行也得行 因为当地的汽车都是靠左行驶 这个后视镜是非常的重要 紧急情况下也就只能这样处理了 11月24号习震忠终于是抵达了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修轮部得知习震忠的这一壮举 将他请到了修轮部 赠予他了一张巴塞罗那欧洲冠军杯的VIP门票 而习震忠也将他沿途收集 写满了巴塞球迷名字的对齐赠予了修轮部 刚刚在雅加达落下帷幕 伊朗女子散打队在这次比赛当中 一举夺得了60公斤65公斤70公斤 三个重量级别的冠军 这是伊朗散打项目历史上罕见的好成绩 当时得奖的几位伊朗选手非常的兴奋 在比赛现场就举起了他们的教练 是谁呢 来看 中国姑娘 张雨洁 2014年伊朗国家散打队访问中国 那个时候他们提出希望中国能够派出一名优秀的女子散打教练做外援 当时河南散打队的总教练就推荐了张雨洁 虽然在去伊朗之前张雨洁是躊躇满志 但是等真的到了那里张雨洁却有些失望 为什么呢 伊朗女散打队员的基础并不太好 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姿势都做不好 不过张雨洁说既来之则安之 他要尽力把他们调教好 由于伊朗女运动员不能在赛场上露出身体部位的皮肤 所以散打的时候都是穿着长袖长裤 这让张雨洁很难展示一些散打技术 好在张雨洁的散打功夫号还是2006年第三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的冠军 所以他索性也穿上了长衣长裤和伊朗队员队练 让他们在实战当中提高技术 伊朗的这几位女运动员非常的好学 每当张雨洁给他们交课的时候 他们还会用绯闻和中文的我爱你来表达感谢 在锦标赛结束之后 张雨洁也完成了他的出国任教的任务 但是他说他会一直关注伊朗女子三大队 希望在未来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再来看英国 这里是伦敦的SOHO区 是伦敦最繁华的商业地段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在街头卖唱 而这里面就有一个自称是亚洲第一女子团体的组合 格外的引人注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在这群卖艺的人群当中 他们是唯一有着亚裔面孔的女性团体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你看画面 左边这位名字叫做刘丹心 右边弹着吉他的是唐紫钦 他们今年都是23岁 来自湖南 他们在中国念完大学之后 就来到英国读研究生 那么他们怎么会选择在街头卖唱呢 原来今年8月 他们研究生毕业之后 到伦敦找工作 可是工作找的并不是很顺利 为了负担每个月高昂的生活费 他们一天要打三份工 从早忙到晚 忙碌在各式的餐馆里 在伦敦的生活虽然很辛苦 他们还是不愿意伸手向家里要钱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光是给餐馆打工 也不是长久之计 热爱音乐的两人商量之后决定 街头卖艺 其实在英国街头卖唱 和我们的传统观念里 有所不同 卖唱更像是一种街头文化 为了更合法化的卖唱 他们去警局询问 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 两支话筒 一把吉他 一台二首音响 他们的街头卖唱生涯 就这样开始了 最初 他们去过唐人街 就在中秋节的那一天 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吸引了不少华人来看表演 一大堆硬币 粗略计算有近百磅 让他们喜出望外 这是他们第一份靠卖唱得来的收入 平日里 他们也是很认真地对待街头卖唱这件事 即使在餐馆打完工 回家已经很晚了 他们还是会坚持练琴和排练 攒下来的钱 也基本用来吃饭更好设备 两位姑娘说 在街头卖唱 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低人一等 反而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因为热心的路人 会过来和他们聊天 鼓励他们 这也让他们感到了城市的温暖 目光再来聚焦巴西 最近家住在巴西 圣保罗的王女士 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 原来他们家被盗了 日前王女士在下班回家的时候 发现家里的防盗门被撬开 进去一看 家里是一片狼藉 能带走的值钱的东西 包括银行卡 现金都被小偷给卷走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 小偷还在他家的墙上画画 你看 墙上的这只猫 就是小偷留下来的 目前当地警方已经着手调查 年关将至 巴西的抢劫偷盗案件频发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当地的华家华人 提高警惕 看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尽量少贷现金出门 遇到危险 保证生命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再来聚焦中国 来看 画面上这位老人 名字叫做马永强 是印尼的第二代华人 而这幅水墨画 就出自老人之手 你看这幅画 也是老人创作的 近日为了庆祝中国和印尼建交65周年 一彩华张 中国印度尼西亚当代绘画艺术邀请展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马永强和其他36位艺术家的近60件作品 在这里展出 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 在开幕式上 马永强还将自己的作品 《婆罗浮屠永恒》 捐赠给了中央美术学院 表达了老人 盼望中印人民世代友好的美好军望 我们再来看香港 怎么样 现场是不是很热闹呢 这是近日在瑞典耶利瓦勒举行的 国际圣诞老人运动会 拿到冠军的是一位华裔圣诞老人 你来看 就是他 七小杰 今年22岁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 那么 这圣诞老人运动会都有哪些比赛项目呢 来看 有补露 堆叠礼物 滑雪越野赛 圣诞热舞大赛等等 来自香港的七小杰 克服了气候差异 用总分第一的成绩 夺得了这一届圣诞老人运动会的总冠军 那么七小杰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一项比赛呢 原来在他童年的一次圣诞节上 爸爸妈妈特意请来了圣诞老人给七小杰送上了圣诞礼物 这个情境让他记忆非常深刻 也感受到了圣诞老人 三年前他开始有机会扮演圣诞老人 当他听说有这么一个比赛之后呢 他马上就报名参加 但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圣诞老人 其实并不容易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圣诞老人也将要忙碌起来 七小杰希望自己扮演的圣诞老人 能给大小朋友们送去更多的欢乐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南非华侨华人的历史 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1998年南非与中国政治建交 这让生活在南非的华侨华人迎来了新的生活 这所华人学校位于南非行政首都茨瓦内 建校半个世纪以来 已经培养了大批各个阶层的有识知识 一直享有良好的声誉 当我们走到学校 几乎所有的华人家长都渴望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大学,当时南非面向所有种族学生开放的大学只有韦茨大学和开普敦大学, 但是即便在这两所学校的医学院里,如果不是白人学生,就不能治疗白人病人或者查看白人的尸体。 学生不华人家长都要取决于第二季,当他们开始工作上的肌肉。 学生不华人家长都要离开房子。他们没有允许,当时他们取决了决定。 因此,有这些东西让学生很不愿意, 并不愿意,当时他们退出了,很多人开始在外面找出资料资料。 这因此,从社群人家从社群人家从社群人员失败了一年多的职业。 我们通过这种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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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的局势已经严峻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由于南非当局强行规定,在学校必须使用南非的官方语言,阿非立堪私语遭到严重抗议。 而且,学生们的抗议活动,逐渐演变成了暴力冲突。 1976年6月16号,几千名中学生参与示威游行,遭到了警方的武力镇压。 最后,学生们的抗议斗争迅速扩展到南非全国的各个城镇。 当省联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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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结束。 1990年2月 纳尔逊曼德拉 终于结束了他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 伴随着他的获释 一场势不可挡的变革即将到来 人们聚集在开普顿的街道两旁 想要一睹伟人的风采 数千人都期待着 聆听曼德拉沉寂多年之后的 第一场公开演讲 1994年4月 南非举行了首届民主选举 各种肤色的人们都参与了此次大选 76岁的曼德拉 升平第一次投出了自己的选票 并以绝对优势赢得了此次大选 当选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我站在那里 有很多感情积极 在一旁风采我会说 是的,我非常感兴趣 非常感兴奋为选票 我说我自己 我们想问 什么会有改变 如果我们之前已经给予了 所有的 privilegi 我们还是要更加热烈 和定义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现在 但我认为 像任何其他人 在任何危机 会有机会 如果您找到机会 你会找到机会 老公政府 推荐了 中国社会 想要我们 去买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不想去买 我们是中国人 如今,生活在南非的华人已经超过了30万,他们早已将中国元素回到日常生活中,在这种文化融合的影响下,很多南非人也开始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历经岁月的种种磨难, 华人移民终于真真正正的融入了当地社会。